汆燙泰國蝦在熱鍋裡一陣翻攪美味上桌 除了用燙的還能用烤的 泰國蝦能變換成各式各樣的料理 最大宗產地就在屏東 在地庭院式餐廳卻因為疫情延燒取消內用 直接電修到6月14號 我跟你講已經掉到九層了 蝦子撒網慢慢拉 整池子的泰國蝦乏人問津 養殖業原本磨刀霍霍 5月生產旺季可以賺一波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疫情一波接著一波 疫情的關係因為這個餐廳 撒網公共場所 包括娛樂場所 家公共場所 我都沒辦法躺在消費者 沒辦法躺在一起 不能錢錢 你沒錢錢錢錢 因為這就沒錢消費了 屏東泰國蝦全台市占濾鏡八成 全國升三級警戒 餐廳釣蝦場無法營運 導致泰國蝦嚴重滯銷價格狂跌 疫情之前一個月可以賣出五千斤 母蝦一斤兩百七 公蝦一斤三百三 疫情之後每個月銷量只剩不到一斤 母蝦一斤價格跌至兩百三 公蝦也跌到剩三百 根本是賠本養殖 疫情爆發斷了養蝦戶的銷售通路 還讓蝦飼料翻漲成本加重 只希望政府能伸出援手提出紓困方案 TVBS新聞林一邦紀元屏東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方